歡迎回來 趙麗天寧的事件 你看到太太 現在還要站出來 幫她食之緊扣 幫她站台背書 情何以堪 但愛情摩天輪事件 網友很厲害 去幫她追查 這個照片的背景等等 以為是在高雄夢時代 就搞了半天不是 是在日本台場 現在還多說已經 我連人都拆掉了 但被追查下來 整個日本的密集行程 是不是有貓膩 從2015年開始 2017 17 19 連續光2016年 就去了三趟之多 有沒有借公務優惠的可能性 其中趙天寧來回應 就說請外界不要捕風捉影 妄加揣測 要給她跟家人空間 是誰不讓家人有空間 還要出來幫她站台的 然後她現在已經要退選之後 結果造成的後續影響 是有無辜受害者 像高雄有個親近城市的博覽會 算很卡了 就算她現在不再連任 但現在她還是立委身份不是嗎 還在領人民納稅錢不是嗎 那麼有一個她共同主辦的活動 叫親近城市 結果居然就因為她宣布不連任 相關的包括參展的廠商 或者是主辦單位的相關的人 經費的錢花了 人也請了 那行程也調整了 結果就收到說現在暫停的通知 現在距離這個活動時間 不到一個月 那大家倒楣 你自己去搞桃色糾紛 小三親中 然後搞了半天 正常的一個親近城市 就是一個公益活動 永續城市概念的博覽會 卻喊卡 那大家不就變無辜受看 那這些投入的錢誰來賠 那至於鄭文燦 同樣也是另外一個話題 雖然她現在本人在第二天 否認照片內容是她 但是立委陳維洲卻說 這個有三段畫面 影片照片不同 但照片應該發生在鄭文燦 桃園市長第二任期 很多人說是在澳門 因為很早之前 就是邱毅所提出來的 跟他打官司期間的 就是跟梁文杰議員 在澳門喝花酒的這個事情 是經過法院認證的 那鄭文燦辦公室回應 鄭文燦在2014年 都沒有去過中國 包括香港 澳門 那大家討論 重點是在有沒有去過中國 不是應該到底有沒有帶 女性去開房間這件事情 要不要回應呢 當然她自己已經說 這個畫面經過剪接 不是她 那還有誰幫她背書 邱泰山 立刻在立法院答詢的時候 就說這影片是被剪接的 那個影片時間地點 還要再確認 直接搶著來幫她背書了 那被說有沒有開房間的怡雲 本人否認是她 在影片上是本人 但她的回應第一時間也蠻有趣的 就好像這個 趙天玲第一時間回應一下 我太太都已經原諒我 你們還要吵什麼 那鄭文燦第一時間回應 也蠻有意思 她回應是說 我要照顧好自己的家庭 我已經照顧好了 其他人怎麼樣 關你們什麼事嗎 或者是跟一般人反應也不同 所以第一時間 大家都覺得好有趣的回應 那隔天才說要去提告 或者是說對方 這個左公布領相不是她 是不是總是跟一般人 常人反應不一樣 而蔡政府打假消息 一向是很嚴厲的 如果這個真的是造假的消息 怎麼可能這個時候還沒有動作 那打假的嗅覺突然消失了嗎 那另外還有一位 之前的毛家慶 之前裡面的人 他也是之前的參選人 爆料說其實民進黨的性醜聞 還沒有挖完 光是鄭文燦在桃園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中國城的地方 他過的日子不是你們想像的 他每天都是天上人間的日子 他說這個中國城裡頭 還有一個包廂叫101 進去這裡就是有特殊的待遇 那怎麼好意思叫趙天麟退選 他的意思是說 好像你們都是相同的作法 或相同的作風 那你副院長不用退 為什麼趙天麟要退 有這樣的概念嗎 亮哥 這個我覺得趙天麟那個 如果是外遇 他根本就不會退選 是啊 因為民進黨外遇的case很多 很多都連任 對不對 所以重點還是國安問題 因為這個如果網上人家要求啟動 國安調查問東問西 那民進黨會非常尷尬 可是如果國安問題 他為什麼還可以參加機密會議呢 還在任立委身份 那國民黨立委可以去講 可以去要求 就是他可以變成議題 可是他現在已經不是候選人了 你如果是候選人 那一定會 我認為會擴到到哪裡 你會難以想像 搞不好全台灣的聲率都受到影響 所謂的抗中 對 因為你這個抗中的基本信念 受到挑戰 很多人不能接受 因為我也看到網路上 很多聲率的網紅 講話比民進黨還要兇 真的 就要求他直接要退出政壇 說你這樣的人 怎麼會這麼沒有警戒心 不知道那個尺度等等 他們在講的都不是男女關係 都在講跟大陸女子交往 所以重點顯然就是國安問題 那這個問題 這個當然 你如果要連動 比如說鄭文燦 我們現在不知道那個影片的真偉 那如果說後面還有 因為這個案子滿奇怪的 怎麼會在 差不多時間 如果是他上次林瑞圖那個官司案 是2011 那2011到現在已經12年 那我跟你講那個飯店的監視帶 一般是不留底的 你大概頂多留一年 大概就洗掉了吧 那留12年 這個時候 這個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當時有人招待的時候 就把你拍下來了 然後就把他留下來了 我不知道是招待你的台商造成的 還是搞不好是中共 因為澳門那個時候也是中共在 處理2011對不對 所以人家是不是早就在 覺得未來有重用 選擇這個時候拋出來 到底是新的後面幾年的 還是當時其實那也不知道 不 我是說假如是真的 如果是當時的話 事實上有人就說 那個澳門9號會所 那個裝潢大家都知道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這樣哥應該是內行的 我是沒去過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是有人知道的 我跟你講台灣人人很多 你那個錄影帶裡面的背景 比如說趙天林那個背景 人家瞿小心就查到半夜2點半 所有的地方都查出來了 所以台灣人人很多 所以我覺得 鄭文山應該要擔心的是 後面還有沒有 比如說你這個影片 是簡潔的沒有錯 那你也說這個不是你 那後面會不會有原始的代子會出來 所以我認為這個還要再觀察 那這個東西如果是真的 那這個比趙天林還要複雜 影響更深遠 更深遠 因為趙天林基本上是在海外見面 當然他 台灣也有 我知道 我是說 他很多場合都是在海外 所以理財委查到 說他是不是有用公務預算 然後去日本 然後跟這個女生見面 那這個當然也要細查 可是因為他現在已經不是候選人了 所以你這種細查 不會變成很大的新聞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值得觀察的 應該是鄭文山那個影片 為什麼會在同一個時間丟出來 而且看起來就是沒頭沒腦的 就莫名其妙就跑出一個影片 不像趙天林那個是有組織有計畫的 因為大家就是收到一個壓縮檔 對不對 所以那個是準備好的 那鄭文山這個就看起來就是 沒有什麼準備 就丟出來了 那你是要幹嘛 所以我總覺得如果是有人要搞 鄭文山後面應該還有東西 所以趙天林的事件 後面也說好像還有後續 說不定還沒有用完的資料 但無論如何還是退選 也許就比較不會有後面的資料 繼續再發效的可能 不過那個邱毅的爆料 說他拿到了一百多張照片 那我們收到了壓縮檔 只有三十幾張 包括周刊也一樣 他們都是來自於 同一個來源的管道 包括給高雄 郭貝宏 這裡的辦公室都有的 那強哥看看鄭文山 後續也可能還有其他資料 對民進黨春風滿面 這種新聞實在太多了 但他們的抗中 這下子是不是踢到鐵板 我覺得毛嘉慶的爆料 有一樣東西很有趣 就是關鍵字 中國城 我想說奇怪了 不是 民進黨抗中保台打這麼兇 可是常常都跟中國 有很深的關係 有沒有記得桃園市長 選戰鄭運鵬對不對 鄭運鵬是民進黨 現在抗中保台第一大將 前面拿刀砍殺的都是鄭運鵬 中國台灣鵬 就發現遇到人民幣的時候 他就不抗中了 就演無間道 對 就開始愛上人民幣 演出人民幣的愛情劇 你今天看到趙天穎 其實大家這研討論 這是一個重點 我是一直幫趙天穎喊冤的 為什麼 趙天穎是民進黨 創黨以來第一人 哪有因為這個是退選 有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你說這個 以趙天穎的心情來講 他也覺得說我怎麼那麼衰 他第一時間沒有要辭的概念 他第一時間沒有要辭是很正常的 其他人都一樣 因為大家都一樣誰辭 為什麼 我也不認為這標準放在身上 但是沒辦法 你今天又是碰到中國兩個字 你的對象是大陸級 你就犯了今天民進黨的天條 可是我還是要講標準仍然是不對的 為什麼 我還是要幫趙天穎喊冤 雖然鄭文燦要嗆告 可是鄭文燦拜託你 2011那是法院認證的 9號會所招待 還有書狀證明花了一個晚上 一百萬的港幣 所以澳門 澳門那邊 澳門跟中國有什麼差別 你告訴我 不過也就是中國 對不對 所以你也沾到中國 那為什麼今天 你到現在好像也是 完全沒有事情的樣子 他趕快強調是2014以後 就沒有去過了 又是此地無垠 三百兩 你強調2014以後沒去過 那只有兩種可能性 就是認證是2011年的 可能性一 可能性二就是那個 不在澳門 他在別的地方 我覺得說 鄭文燦的回答 其實滿沒有周瑜的水準 你知道嗎 胖周瑜怎麼會是這種回答 心虛的時候都會這樣嗎 對 我不懂 你看他第一天被大家 笑爆的原因是什麼 就他第一天回答 這太好笑了 他第一天就簡直跟 招任沒什麼差別 照顧好自己的家庭 對 照顧好自己的家庭 外面怎麼搞 沒關係 對 好 然後 實際上年代久遠 就是最好笑的事情 年代久遠 年代久遠在中文的語意上 就說卻有欺騙 卻有歧視 有點糊 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你就 除非我中文學不好 中文語意就是這個 對不對 然後第二天的回憶也很好笑 第二天回憶最好笑的一件事 他說關鍵影片那個人的特徵 與我明顯不同 真的嗎 我跟他講 我們都眼睛業障重 看起來 我真的是很想應徵 他的辦公室 你們澄清寫好一點好不好 你應該這樣講 我有個失散的雙胞胎兄弟 這個人長得這身 我太像了 真的是 黑哀合成的 不是我 不是我 只是像而已 你可以說像 但是不是你 這個邏輯上可以解釋 但你說不像 我真的是需要勇氣 你知道嗎 睜眼說瞎話 對 需要很大勇氣 所以他鄭文燦這一路下來 他講的每個否認 沒有人相信 那你現在說真的他要告 他告得也很哩哩啦 是到警察局報案 一個妨礙名譽 而且告那個粉磚 我就想不可能成了 因為那粉磚 他把影片貼出來 他也沒說是誰 他只說這個是誰 看看像誰 那想請問你要告什麼 他也沒說是你鄭文燦 所以回頭就講 還是幫趙天穎抱不平 鄭文燦沒事 所有人都沒事 為什麼趙天穎有事 不過那個粉磚片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好多來源 我一個網上收到了五六個 從不同的群組來的 同一個晚上真的 那個晚上突然密集的傳出來 晚會 其實在立法院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 如果真的民黨很重視 我從這幾天就是問同一個問題 如果民黨重視的是國安 認為資訊可能外流 就像他們打馬文軍 等等的概念一樣 那為什麼還留趙天年 繼續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繼續審什麼預算 不是 他一樣推陳柏博出來選 交通委員會的趙偉 就是說這件事情 我覺得民進黨他雙標 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他抗中 但是他趙天穎就跑去親中 對不對 這個是網路上親中 對不對 直接把他沾下去 我們中國的女子這樣子 我們知道不用再解釋 特批之後人家一家親 人家說我賣一家親 直接親 直接親 所以剛剛這樣想說 他幫他抱不平 我就講 奇怪 這鄭文燦 都好像不會有什麼事 因為賴清德的標準其實很高 從他這個為了選總統 不管從我講這個陳宗彥開始 陳歐柏 趙天靈 一個出事一個砍 每個都退... 你的退選之人更多 奇怪 但是遇到鄭文燦的事情 他這個被法院認證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但是其實他也常常喊告 但是他也不只這個影片的事情而已 不然前陣子 他那個IMB的事情 他被列那個他字案 郭哲明的這個黑金集團 還有我在講說 他那個移車站這個事情 還有最近我在講說 他護航友台的這個事情 他通通都可以 要真的門搜尋給他走下去 他說沒有... 一切都按照...都合法 一切都按照相關的一個程序 但是他就是不會有事 我覺得很奇怪 賴清德 他也可以忍受他 反正他們也都不用來 他那個備詢最近都沒來 就是最近我們在協商 他就... 因為他本來就不用上台備詢 但他通常會有院長 副院長的位置 就在這個... 他過去還要幫忙搶答解 對...但他沒有 他最近兩次沒來 那個位置就是空著這樣子 大概也是要躲一下 就是大家有問他說 這是不是包帝 不用特別來回答這個問題 全民黨搜索 我是覺得賴清德怎麼會 對這個鄭文燦這麼格外開恩 就是要值得後面再好好來想一下 因為他是小嬰認病 但是是不是都這麼問 大嬰不一定 小嬰男孩大嬰哥好嗎 很大的身分地位 也有急中的時候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也有急中的時候